-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我重庆 今天请到我香港的好朋友 他是著名的媒体高层 他是刘兰昌刘博士 刘博士好 刘博士好 是 刘老师啊 我们看到啊 这个吴欣赢啊 也就是民众党的 这柯文哲的副手是候选人啊 既然突然被曝 有美国护照耶 这下不得了 那他该怎么办啊 这个投票 情况可能整个民众党会大幅下降 那么你怎么遇到 民众党和柯文哲的未来呢 有请刘老师您来点评 是的 那么我们觉得呢 本来那个柯文哲找这个 吴欣赢 就本来人家就说他是吴欣赢 胜利赢 就是赢是吴欣赢了 那么现在还做了这么一打的事 那么就我们呢 其实对这个台湾的这个 整个选拔法的现在 还是不是很清楚 现在问题是 如果是他真的是 还有美国的国籍 那么会怎么办呢 是取消吴欣赢呢 还是要连这个柯文哲也一块取消呢 那这样的话对于未来的选机 这是有很大影响 真是可以说是风云突变了 那么这个首先要请教卧室 是首先是在台湾啊 你只要任公职呢 不要说是选大卫的 是当立委呢 都是不行的 也就是说 你自己手上只可以有台湾的护照 你不可以有任何其他地方的护照 那么照这样啊 要被查证属实的话 他就会被取消资格 现在问题是那本护照呢 谁也没拍到 谁也没有拿到 那么就算你知道 可是你没有证据呢 你还是没有办法取消他的资格 可是如果从舆论的角度来说 等于是大家都知道 所以呢 在投票的行为上 就会受到改变 中选会啊 要查证他有没有美国护照 这个事情得去韩美国 去韩AIT 那AIT呢要配合 要把他给查出来 然后给出来 才算是有没有取消他的资格的这个问题 所以啊 我认为目前呢 会停止在大概在1月13以前呢 是查无实证 或者是查了以后还没消息 因为啊 大家都晓得 他们呢 最终啊 反正还是选不上 可是 现在的局面是 即便你选不上 你也不能违法 所以呢 群众一定会在投票行为上 有所反应 所以 根据这个原则啊 显然 群众 或者说老百姓 在投票行为上呢 会有一部分的人呢 票 回流给民进党 或者是国民党 当然也还会有一部分的票 直接就投废票 那么 这个部分就要请教刘老师 您认为 在这种局面底下 后头还有40天 如果一直是 传言纷纷 他的美国护照 是有的 他也没有说没有 那 您认为 这个投票 到底会投成什么样子呢 有请刘老师 来给我们点评 那个我们在香港观察呢 我们觉得呢 如果是 柯文哲 就是白色这一队呢 柯文哲 而维新营呢 完全被取消了 这个选业资格 那么 他的票呢 基本上就是 按照那个欧博士 您刚才说的 就往两个方向流 那么可能一部分就不投票了 就是回家睡大觉去了 就算投白票 或者就不投票了 但是呢 按照这个柯文哲 他支持了 基本上呢 就是青年票 而且他自己说呢 他哪有50%的青年票 那么青年票里边呢 30%呢 是在这个民进党那边 在国民党方面呢 可能还不到 5到10个外面 就是 青年票呢 国民党实在有很少 那么从来说 青年人呢 显然就是过去来说 对于国民党的反感厌恶 这是还是长期累积下来的 所以估计如果是白色的 就是停选 不再选的话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们这个粗略的估计呢 就是没有一个精确的数 没有一个量的这个计算 那么有一个值的判断 是大概呢 应该是多数会流到 这个绿营那边去 少数流向这个蓝营 那么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有一种意见 就认为 如果柯文哲 不能选的话 那其实这个选情呢 是对投影不利的 不让这样看 对不对 请教这个 那如果柯文哲继续选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 吴欣盈呢 是有美国护照 美国又不吭气 可是呢 选票只是部分的流失 您认为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仍然是民进党 比较有利呢 宇老师 是的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 我们可能还要有一些细则 要了解一下 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说他的这个 身份还没有明确 就是说是否持有美国的 国籍的情况下 他现在 吴欣盈可不可以竞选 选举活动 这个 说一旦吴欣盈 不行 被这个DQ了 被否决了 那么这个是不是也连同 这个柯文哲也一同否决 那么这些细节呢 还需要这个 这个欧老师澄清一下 首先这样 只要吴欣盈确认有美国护照了 那柯文哲就直接不必选 但是一切呢 是要由中选会的发布才算 中选会只要继续装死啊 他就可以到1月13号照样投票 也就是说他就变成指示传言 因为所有的证据 要由中选会那边来认定才算 那中选会是谁把持的呢 中选会是民进党把持的 那么民进党当然乐于啊 在整个非绿阵营里面的多一组候选人 所以我认为啊 他不会在1月13号以前公布说 吴欣盈是有护照的 不能够选举这个事情 应该在1月13以前不会发生 刘老师您认为这样的情况之下 您觉得那投票行为上会怎么分布呢 是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如果是中选会 是这个支持这个 吴欣盈继续选下去 支持白色特征继续选下去 那么这样的这个问题呢 就会成为一个话题 成为一个选举的话题 就会炒作起来 那么这个炒作起来呢 恐怕那么有相当部分呢 是有利于来的 就觉得这个民进党 就是要打压这个 菲律特赢要打压 那么所以呢 一些中间选民呢 可能会因为中选会的不公 而转而投为那个菲律特赢 可能两个方面 一方面可能一些游到白的那边 一方面就游到蓝营 那么我估计呢 蓝营的会比较破 因为呢 大家看到 其实克恩这个胜选的机会 第一呢 那么他的民调一直往下滑 相反蓝营的民调的 继续往上滑 是感谢刘安昌刘博士 为我们做精彩的链片 谢谢刘老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